男孩帮富豪修船 眼神却不断偷瞟她的女儿莎莎 大白腿水蛇腰 再加上妖娆的身姿 这一幕深深落在了她的心底 紧接着莎莎就像没看见她一样 去木板房冲洗身体 若眼若现的感觉 更是让她心潮澎湃 深夜 她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根本睡不着 透过窗户向外望去 却意外瞅见富豪正在家暴 真是暴殿天物啊 此日 男孩正在研究涌动机 突然听见莎莎传来尖叫 顺着声音跑去 只见她慌慌张张的在车门口徘徊 走近一看才明白 原来是被一个蜘蛛吓到了 处理好一切后 她又说汽车发动机好像坏了 男孩一看只是没打着火而已 说着就帮帮启动 可就在这时 莎莎贴了上来 还坐上了她的大腿 美人在怀 加上她若有若无的身影 使男孩的大脑瞬间当机 从这天起 她脑内开始时不时浮现出莎莎的身影 男孩叫威廉 是个品学兼优的高材生 就算和父母来小镇度假 也不忘带上一箱书籍学习 朋友经常调侃她是处男 随后表示 现在这个年代 你要学会先炮再甩 女生就喜欢这种傻男 然而威廉却说 她对女人没兴趣 不曾想打脸来得这么快 前一天刚说 现在就遇到真爱 接下来的日子里 她总是盼望着和莎莎有段邂逅 而莎莎也发现了她的小心思 看着女孩出门 威廉心领神会 她拎起自行车假装维修 眼神却不停朝着路口看 而莎莎也是 她走着走着 假装鞋里进了沙子 两人微微一笑 一切浸在不眼中 这晚 威廉刚要回家 却发现莎莎就坐在她家门口 还笑呵呵地盯着她 原来富豪出了趟远门 她忘了带锁进不去 威廉一听 这好办 咱们翻窗就是了 不得不说 给你机会你是真不重用 她是想回家吗 很明显是想去你家发生点什么 而走到一半 威廉也终于想通了 可都到门口了 也只能继续 忽然天降大雨 莎莎带她来到后门 说这个窗户碎了 也不影响美观 说着就拎起一块石头 让她砸破 威廉当即脱下外衣 包住石头 成功进入别墅 随后从内侧打开大门 她刚要离开 莎莎却发现 她在翻窗时划伤了 她拉着威廉来到客厅 蹲下身子 准备给她消消毒 美女想看大宝贝 为了方便她看 小伙将她抱上了桌 原来在几分前 男孩腹部被玻璃划伤 为了消毒 女孩缓缓蹲下身 先用纸巾擦拭伤口 再涂抹酒精 最后吹一口气 随后男孩想离开 可走两步又停下了 她实在太喜欢莎莎了 可面对这冒昧的举动 莎莎非但没生气 反而要再来一次 从这以后 威廉没事就傻笑 殊不知 她已经踏入了罪恶的深渊 看她呆呆的样子 好友不由地产生好奇 你小子是不是背着我 偷偷找了姑娘 为了能再见到心上人 威廉来到岸边奋力抢修 闲暇时就偷看莎莎 尽管很累 但她觉得一切都值得 这天她正在厌修 莎莎突然走了进来 她说父亲催促有没有修好 随后说有点冷 让她关上舱门 伴随船只摇晃 在和煦的阳光下 原始的本能得到了释放 接下来的日子里 两人变本加厉 威廉觉得这一定是真爱 要不然怎么解释莎莎的行为 这天富豪突然找她要个说法 她无比恐慌 走进船舱才知道 原来是工作出现疏忽 接下来的日子里 威廉开始在修船和莎莎之间来回奔波 这天莎莎找的优惠 玩耍后想让她在自己狱族上画画 威廉同意了 而作为奖励 她拿出一个不会被追踪的卫星手机 说以后用这个联络 这将是他们爱的见证 富豪带着莎莎去商店买东西 可一回头 女儿就不见了踪影 殊不知 此时莎莎正在后门和威廉亲热 但好景不长 这天 莎莎火急火燎地喊来威廉 威廉还以为他们的事情被富豪知道了 可回头一看 富豪已然倒在血泊之中 也在这时 莎莎说出了真相 她并不是富豪的亲生女儿 而是收养的 富豪意外得知两人优惠 于是大发雷霆 她恐慌下还手 等反应过来时 富豪已经死了 望着尸体 威廉一阵头大 她想报警处理 可莎莎不让 万一判刑怎么办 随后又是一阵软磨硬炮 最终威廉决定帮她处理尸体 她先是打扫血迹 再将尸体扔到船上 最后接住夜色将船引爆 伪装成意外 但警方还是从未烧毁的证件 锁定了富豪的身份 由于富豪的死 涉及到一份天价宝单 莎莎是唯一受益人 因此她被各种判问 最终由于设计好的不在场 证明成功逃脱 本以为事情会过去 不料尸检结果表示 富豪在烧死前就被人打死 为了找到凶手 保险公司联合警察 开始在豪宅搜寻线索 很快就发现后窗的短泥 并在上面提取到血迹 最终经过DNA比对 是威廉的血液 眼看自己就要背锅 威廉想起了那个手机 只要能证明自己和莎莎的关系 就能真相打牌 然而手机藏在了和莎莎优惠的仓库 她只能骑车去找 可到了才发现 仓库的东西早已消失不见 与此同时 莎莎走了进来 说手机被自己拿走了 听着屋外传来的警笛 莎莎撕开自己的衣服 失声尖叫 还把威廉拽到床上 威廉傻眼了 这一下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自己即将被捕入狱 这时警长却突然走来 他说这里一定有引擎 不过目前为止的所有证据都指向你 他将威廉推开 威廉懂了 果断骑车逃跑 突然他响起电话一共两步 自己的被拿走 那只要找到莎莎的也可以证明 他来到别墅 却意外发现莎莎有多重身份 显然他是一个惯犯 紧接着在包里找到了 能证明自己的手机 突然保险公司黑姐来了 威廉急忙恳求对方查看手机 证明自己的清牌 黑姐一口答应 随后给警局打去电话 说抓到了幕后真凶 紧接着一脸歉意地告诉威廉 警长要求将他靠在床上 威廉也没多想就同意了 毕竟水落石出 自己也不差这一会儿 然而就在两人离开时 威廉却发现 这个黑姐腿上 竟然闻着和莎莎相同的图案 显然他们是一会儿的 这下糟了 他想打电话通知拦截 却发现电话线早已被切断 最后莎莎到车回来 将还有证据的手机留了下来 虽然威廉最终还是入狱了 不过留有证据 罪名不中 按照威廉的说法 莎莎掏走了他的青春 但换做是你 你会犯和威廉一样的错误吗 她呢